自不怕人不怕鬼 从来说鬼是说人 你可来了 陶安梦亦有云 人无匹不可语交 以其亦无身情也 人无痴不可语交 以其亦无真气也 就是说一个人 如果完全没有爱好 那千万别跟他走得太近 这种人 要么人性缺失 憋着毁天灭地 要么就是有 极其毁三观的爱好 瞒着你 两种情况都挺恐怖的 人生在世 有爱好其实是好事 往小了说可以取悦自己 往大了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可世间万事万物 都讲究个度 所谓水满则易 月盈则亏 爱好过分到风魔的程度 那可就过犹不及了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过分执念于爱好 而惹出的一场灾祸 本故事的提供者呢 是兵部侍郎彭云梅 老粉们听着耳熟吧 之前讲凤心县人体自然事件的 就是他 今天啊 老朋友来吓你们了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陈国宏 苏州人 是个秀才 他考中秀才的丁有年相识 正是彭云梅主持的 说起来呢 还算名义上的师生关系 陈秀才为人喜好风雅 最爱收藏古丸 爱好到什么程度呢 汤河沟 踢到个锈铁片子 他都得打磨打磨找找文士 走路边土里埋半拉碗茬子 他都得抠出来看看年代 严厉好也就罢了 他还看啥都觉得像宝贝 这时间一长啊 院里可堆满了捡回来的破烂 别人呢 还不让动 谁要是说收拾收拾 或者给扔个一件两件 他指定给你几眼 就这么一股董虫啊 这一天 陈秀才闲来无事 在院里溜达 捎带着呢 巡视一下自己那些宝贝 走来走去 来之在一片荷花前 这荷花开得正盛 挺漂亮 可他的眼睛完全没在花上 直盯着养荷花的钢来回打量 这口钢是老一辈留下来的 估计啊 是闲摆着占地方 干脆续上水养了荷花 这荷花钢一半埋在地下 少说呢也有几十年了 陈秀才围着钢转了半天 也不知打哪来的一股子劲 非要仆人把钢从地里起出来 老爷 您怎么突然想起这破钢了呀 嘟 奴才 竟敢叫这为破钢 真真瞎了你的狗眼 本老爷小时候他就在这 必然是老先祖留下的宝贝啊 也怪我眼拙 今天才发现 快快快 把他起出来 我要好好把玩把玩 仆人们拗不过呀 只好照办 拔掉荷花 咬干积水和淤泥 老爷 您请看吧 陈秀才点点头 翻过来 啊 什么 没听明白吗 我让把钢翻过来 本老爷要看看款 熟悉古玩收藏的朋友 大概都知道 瓷器这个门类 有个重要的鉴别步骤 就是看底部的款 真假好坏 哪朝哪代 官谣民谣 很多线索呢 都能从款上看出来 老爷发话了 那翻吧 几个仆人两绑较劲 嘿 把那大钢 从土里翻了出来 老爷 您请看吧 陈秀才走过去 钢准备剪块砖 把泥巴刮过 一低头 哎 那钢底下有个东西 之前荷花钢 半埋地下 压着看不见 现在泥土被带起来 竟露出个圆咕隆咚的玩意儿了 都别动 陈秀才大喝一声 仆人们哪敢动啊 都扶着钢眼探头看 这时他也顾不上赃了 亲自上手 三袍两袍 便挖出个毯子来 快快快 拿水冲冲 仆人取来水 洗去陈年老泥 显出了黄绿色的毯体 那坛子上竟然还有花纹 看上去古意盎然 这可把陈秀才乐坏了呀 气形完整 花纹漂亮 埋在钢下 那必然是个老物件啊 今天磕针捡到宝贝了 拖在手里仔细看 那坛子浇泥风口 分量不清 哎呀 莫不是前人埋的金银珠宝吧 想到这儿 不光陈秀才 就连旁边的仆人都激动起来了 大伙蹿跺着他 开坛一看 陈秀才呢 也有意卖拍卖拍 便当场打去风泥 谁知风泥一开 呼的一股臭气扑面而来呀 熏得众人直咳嗽 好家伙 毒气蛋呀 带等臭味散去 再往里面瞧 除了半坛子韵泥外 只有几片朽烂的骨头 陈秀才大失所望 嗨 我当啥呢 一装死人的骨坛子 那仆人就劝呀 老爷 既然是骨坛子 那就埋回去吧 毕竟死者为大嘛 说着就要去接 可他一把拍开仆人的手 爪子拿开 这么好的坛子 埋回去可惜了了 我挖出来的 那就是我的 哪怕是骨坛子 也得给我用 呦 老爷 这话可不敢乱说 多晦气啊 陈秀才不管他哪些 吊转坛口 倒掉淤泥 伸手捡出骨头 随便一扔 抱着空坛子 转身 回屋了 仆人们谁敢来啊 都知道他的毛病 随他去吧 陈秀才回得屋来 将坛子擦洗干净 把玩欣赏 是越看越爱 不知不觉 可就到了晚上 鼓之后 也没什么娱乐活动 吃完饭没啥事 早休息吧 谁知陈秀才 刚躺下没多久 便梦见房门被推开 进来一个 长眉毛的老和尚 那和尚看上去 不大高兴 几步走到床前说 这位先生 贫僧乃是唐朝人士 撒号制衡 您白天挖出来的瓷坛 乃是我的骨坛 按说出家人 不该执着于躯壳 但您把坛子拿走 却将我的尸骨随意扔掉 这样不太好吧 还请快快还我尸骨 入土为安呢 说完 行了一礼 消失不见了 陈秀才一觉醒来 根本没往心里去 该吃吃 该喝喝 还把这个梦当成谈资 跟朋友显摆了一番 你看看 由此其梦 说明这坛子 真是唐朝的古董 我眼光不错吧 至于智恒和尚的请求 全被他抛在了脑后 过了三天 这一晚 陈秀才的母亲做了个梦 梦中两个和尚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老太太吓了一跳 仔细打量二人 只见一个眉毛很长 另一个面向凶恶 二位师父 深夜到此 意欲何为呀 男女有别 出家人 怎能如此无礼呢 长眉毛老和尚 哼了一声 哼 无礼的是你家儿子 他贪图贫僧的古坛 想占为己有 竟然将我的尸骨扔掉 前三日 我好生好气地来跟他讨要 没想到他欺负我老朽啊 竟然置之不理 我这位大师兄 大千和尚 最爱打抱不平 听说此事便跟我前来 这一番可不是商量了 乃是要索取你儿的性命了 话说至此 老太太又惊又怕 啊的一声从猛中惊醒 急忙忙着急家人 去院子里寻找陈秀才扔掉的尸骨 可找来找去 也仅仅寻回了一片 其他的呢 早就不知道丢哪去了 问仆人都说不清楚 还是得找陈秀才来 可等到这时 陈秀才已然昏迷在床 不省人事了 尸骨找不齐 病也治不好 拖了十天 最终药食无效 抱着骨坛子 是一命呜呼了 正所谓 人有一号本无暗 修身养性多自在 倘若无厌 饭贪吃 放出心魔 将挤汗 好了 这就是子不语 志恒僧的故事 我是猫猪 更多志怪奇闻 咱们下期 接着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